好 各位觀眾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在美國時間第一天的紐約的晚上 見到了市長亞當斯 那麼其實兩個人都是警察出身的 不過呢 其實事前非常的保密 還特別把媒體支開 所以我們的電子媒體 都沒有捕捉到這個畫面 事後呢 是由這個侯伴 提供了兩個人握手 簡短寒暄的照片 那麼其實他有一篇報導提到呢 他其實晚上的時候 見完了紐約市長亞當斯 其實兩個人呢 是沒有事先約好的 是透過其中有一個友人牽線 在這個市長在出席活動後呢 短暫的跟侯友宜碰個面 那麼剛侯友宜受訪時候也有受 有提到這件事 現在聽一下 稍早訪問 報導提到就是牽線的朋友 是亞當斯的支持者 也是重要的莊角 那他是移居法拉盛的多年 法拉盛多年的中國大陸遺民 那是透過下副主席的人脈 幫忙安排的 有這件事 國民黨人才記起 國民黨有很多的好朋友 還一直在我們各全球來協制 我們國民黨如何讓中華民國能夠永續繁榮安定 也讓台旁今晚這塊獨立聯盟能夠平安 他們期待的是我們台海能夠安定 更期待的是中華民國能夠永續繁榮的走下去 其實有報導指出 其實亞當斯會見面 其實中間是透過夏立言副主席的友人 但傳出這個友人是中國大陸在法拉盛的移民 所以這個其實是身份非常敏感的 但是剛剛下副主席私底下直接跟我們透露 他說絕對不是中國大陸人 而且是台灣人 以上下副主席主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